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1月21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世界及亚洲的第一首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拜登看到川普私下慷慨的留言 川普公开声称还要回来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周三在华盛顿宣誓就职 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 拜登在随后的演说中强调全美团结 并称这是历史性的充满希望的一天 法新社报道78岁的拜登是美国最年长的一位总统 拜登在宣誓就职后发表演说 拜登多次强调美国人团结 他表示深知美国目前面临的现实而深刻的分裂 他形容他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强调美国可包容分歧 可以对抗本土极端及白人至上主义 拜登就表示 所有的分歧都不应导致全面的对抗 他说我们应该捍卫真理并与谎言展开斗争 目前美国正深陷致命新冠疫情之中 拜登在演说中为全美40万名染疫死亡的这些人士默哀祷告 并警告美国可能正迈入疫情最致命的阶段 他说美国需要全力以赴坚持撑过这个黑暗的冬季 他表示盼望美国能战胜疫情再次成为世界的灯塔 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庄严密保安下顺利完成 出席典礼的嘉宾包括了三名前总统 克林顿、乔治布什和奥巴马以及他们的妻子 卸任副总统彭斯也和妻子一同出席典礼 而卸任总统特朗普则没有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 特朗普在周三告别白宫之后就已经返回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 特朗普在途中受到他的支持者们热情欢迎 特朗普在离开华盛顿时表示 他未来将以某种形式重返 而另一方面特朗普也写了一封非常感慨大方的信给拜登 综合媒体报道拜登在白宫告诉媒体 特朗普写了一封非常大方的信 但出于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尊重 他不会透露这封信的内容 直到周三特朗普选择跳过拜登的就职典礼 并从未正式祝贺他当选 特朗普在1月20日上午离开白宫前 也依照惯例给拜登留了信条 根据白宫表示这封信大约有45个字 但内容不清楚 拜登首日签17行政命令 强制戴口罩停建围墙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17项的行政行动 主要针对解决光状病毒大流行 气候变化和种族不平等问题 并撤销前总统特朗普实施的一些政策 路透社报道这些行动履行了他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天 迅速采取行动的承诺 并启动了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的进程 包括撤销未有争议的基石KXL Keystone XL输油管工程计划授予的总统许可证 拜登也命令在所有的联邦建筑物和所有联邦土地上 戴口罩和进行社交距离 另外他也命令将冠病疫情特别工作组引入白宫内部 并设立冠病疫情协调官职位 将直接向他汇报工作 拜登此前就已经任命杰夫·齐恩特斯为协调官 他将负责管理疫苗分发 病毒测试和个人防护设备 在针对移民问题的一系列命令中 拜登将撤销特朗普帮助为边界墙建设筹资的紧急声明 并结束对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的旅行禁令 即将出任白宫新闻发言人帕莎就表示 第一天的诸多计划仅仅是拜登上任后 不久将采取的一系列行政行动的开始 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 拜登政府将宣布更多的行动措施 应对这些挑战 并兑现当选总统向美国人民取下的承诺 预计跨性别者伏兵疫禁令也将被撤销 还有取消一项阻止美国 未与堕胎有关的海外相互提供资金的政策 换个焦点 佩洛西说这几天将特朗普弹劾案提交参议院 特朗普卸任之后仍然还要面对国会弹劾 美国广播公司ABC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本周后期将特朗普弹劾案提交参议院审理 按宪法规定 参议院收到弹劾案后会于一日的下午一时展开审讯 特朗普的支持者1月6日攻击国会之后 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弹劾特朗普煽动叛乱的条款 之后代交由参议院审理 佩洛西何时提交弹劾案备受关注 若将有关程序研制拜登就职后实行即周四或周五 可让新政府最少有一至两日的时间站稳正脚 佩洛西发言人拒绝评论有关时间表 警称请密切留意 随着两名乔治亚州参议员就职 民主党周三将重夺参议院控制权 弹劾审讯规则由两党领袖相议制定 至于能否通过弹劾案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取太审为关键 他周二首次公开斥责冲击国会者 是被特朗普及其他有利人士煽动 称他们听信了谎言 尝试利用恐惧和暴力阻止国会承认 拜登胜选的结果 纽约时报也报道 麦康奈尔私下认为 特朗普犯下可被弹劾的控罪 但未表态是否会投票支持弹劾案 若特朗普被定罪 参议院可以做后续表决 阻止他再禁足公职 令他无法在下一届大选重出江湖 北京在美国总统就职日宣布制裁 施压拜登政府 中国外交部选择在周三 正当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宣誓就职之时 以侵犯主权为由宣布制裁28名美国人民 宣布制裁28名美国人员 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 前次国务卿克拉赫 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 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及博尔顿 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史达维 以及曾到访台湾的前卫生部长阿扎尔等等 中国外交部就指他们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 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也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 28名受中国制裁的美国官员及家属 就被禁止入境中国、香港、澳门 关联企业机构也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 美国之音引述报道 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陆伯斌就说 中国政府早前就盯上了蓬佩奥 北京要对具体的个人就美中关系问责 首选当然就是国务卿蓬佩奥 他站在意识形态战的前线 他在新台湾政策对北京而言似乎在鼓励分裂 陆伯斌就说 特朗普总统在位四年 无论是台湾问题、贸易战、意识形态战 还是其他事情 中国政府一直采取比过去较为克制的态度 现在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了 可以针对已经离任的特朗普的顾问、团队 采取较少克制的做法了 那再来北京之村荣誉主编胡平认为 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 对28位美国前官员实施制裁 但并没有公布全部名单 那中国的制裁是一种姿态 表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美国制裁中国的官员数量很大 他也不能显得太少 后面是谁根本就不重要 他要凑那个数 那如果他把名字都公布了 可能别人会觉得更可笑 因为更不相干 那不过北京公布的名字 都是特朗普政府内赫赫有名的人物 那似乎专挑对中共态度强硬的官员进行制裁 胡平就说 这是北京在向拜登新政府施加压力 如果你也对中国政府采取这种态度 会如何如何 那中国问题专家电子报 外国人看中国的创办人 李明璋在其推特发文表示 北京刻意挑选拜登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刻 发布制裁名单 会被看作是故意的不尊重 那所以没错 这应该被视为是对美国新政府的警告 那北京要传达的信息是 如果你不好好的应对中国 你未来的赚钱潜力就要泡汤 那针对为何北京制裁蓬佩奥 却没有制裁特朗普呢 那胡平就认为 北京还是心存顾虑的 第一是避免川普做出对他不利的反应 毕竟川普是恐无遮拦的 这样对他也不利 那再说他也不想开这样一个先例 就是直接制裁对方的第一号人物 那陆薄斌教授则认为 针对个人的制裁 包括美国针对中国高级官员的制裁 在国际政策上都不会有什么意义 那中国拒绝蓬佩奥访问中国的签证 拜登政府不会在意 那我们针对中国对新疆政策 香港政策的责任者进行制裁 北京也不会特别在乎 因为很难想象那些官员会想要去美国 因此在美中关系的大背景下 制裁个人并不会特别有影响力 那陆薄斌就认为 拜登政府将不会对北京 这一最新制裁做出回应 那另外在特朗普卸任前西洋 伊朗政府也宣布将制裁 特朗普及美国多名高级官员 包括了蓬佩奥 姆努钦 艾斯珀 米勒 伯尔顿 哈斯佩尔 以及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 胡克等等 换个巧合点 中国说春节返乡 需持有7日内的核酸证明 那中国国家卫健委就要求 春节返乡人员需持有7日内 核酸阴性检测证明 根据中心网的报道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 计控局监察专员王斌 昨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发表会上表示 那尽快补齐防控工作中的短板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扩大了应检进检的范围 现在要求全国各地要实行 相采样现检测 要求检测机构要在收到样本后的 12个小时内 要反馈检测结果和时间赛跑 王斌就说 如果说一定要反乡 反乡人员要拿这7日以内的核酸阴性检测证明 反乡人员回去以后 当地的基层政府要进行网格化管理 同时做好隔离场所和检测能力的准备 一旦发生疫情 能够快速的响应 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韩国 韩国新外长提名受瞩目 廖重启朝美对话 韩国总统文在寅 20日提名三个部长人选 其中前国家安保市长 现任总统外交安全特别助理 郑亦荣获提名为外长备受注目 文在寅办公室发声明指出 郑亦荣参与所有关于美韩关系事务 是外交和国安范畴上最佳的专家 韩联社报道就称 郑亦荣自文在寅执政开始就主导朝鲜半岛和平进程 在推动美朝峰会上担当关键角色 由他接掌外交部反映韩国政府在对美外交政策上 朝鲜半岛问题将占最重要的部分 那该社就预计 郑亦荣今后有望跟拜登政府密切协调 把重启美朝对话作为重要事务处理 文在寅另外也提名了 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国会议员黄熙 为文化体育观光部长 那共同民主党全七胜则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 新闻的据后我们把焦点转向泰国 塔纳通直播议论王室遭提告 那泰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长菩提鹏 授权部长助理乃文 那还有总理府事务部长助理束鹏 以及律师就前往技术犯罪意志局报案 要求追究前新未来党党回 也是前进委员会主席塔纳通 通过脸书直播批判议论政府采购疫苗 以及国王陛下违反了刑罚第112条 冒犯君主罪 可被判处3至15年监禁 以及计算机法 可被判处不超过5年监禁或罚款 不超过10万泰铢或两者监失 那他指出 塔纳通在直播中表示 王室介入到政府采购疫苗一事中 并且拿人民来做抵押 特别是在直播的3分20秒至28分10秒期间 所阐述内容将被提交给相关调查工作人员 那普提鹏称塔纳通所说的都不是事实 请技术犯罪意志局 让所有平台把直播视频链接给删除 并且表示将会追究所有相关人员责任 包括前进委员会发表的言论 已经涉及违反112条 那如果致使王室遭受损失 那么一定会追究其责任到底 那至于另一边双 前进党党魁匹达先生则指出 包括塔纳通在内的普通民众 都可以对政府进口疫苗的事情提出疑问 因为进口疫苗的钱 有一部分是国民上缴的税钱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